普通 仍然普通 這個我比較不是那麼推薦 它比較沒有那麼嫩 我下次不會再點 讓你們多吃一點好了 OK!Meskine的朋友們大家好 今天呢要跟大家開箱了 美食啊!因為疫情的關係對不對 現在很多朋友都沒有辦法到餐廳吃飯 現在幾乎都是叫外賣的 一般簡單的 現在我都叫什麼 大普鐵板燒 每次都大普 我都一直吃大普鐵板燒 我都吃那一兩百塊錢的東西啊 好!那我們今天呢在網路上呢 也一樣點了這些網品的一些美食 那今天非常感謝我們這個小編Emma 到現場去幫我們取 因為這些東西是沒有外送 要到現場去自取 我們現在呢就準備打開給大家看 來吧! 那我們先吃這個 你應該要照前菜來吃 前菜喔!對! 我們現在正在這個牛排店對不對 網品牛排 所以來一點 古典音樂 古典音樂 然後一點點有一點點這個 餐廳餐盤這樣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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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面有煙燻龜 這我最喜歡的 我跟你講我要去吃Buffet 或什麼看到煙燻龜 我都是掃光了 我一個人就可以把一整盤全掃光了 肚子餓嗎? 餓! 好啦好啦不要吃太多 這些留給你們齁 好辣! 好辣! 好吃嗎? 好吃! 真的喔! 這疫情當下可以吃到這個 你很久沒吃大餐了齁 真的!你們看多久了 這個很新鮮 跟那個現場做出來是一樣的 而且還有附肩鮭魚耶 喔真的喔! 來來看一下看一下 來我們吃吃看這個鮭魚 看來比較喜歡煙燻的 嗯! 很了解 這鮭魚普通 真的 有點乾乾的 滿分10分的話大概只有6分 好慘喔 好慘喔! 來我們吃吃這個 干貝 可以 因為你看 它稍微有炙燒過了 然後所以裡面稍微 有點彩彩的 乾乾的 但是可以啊 還可以啊 沒有這不是現場的 沒有辦法 真的我們要稍微容忍一下 不要那麼嚴苛 我現在比較這個干貝跟那個干貝 而且它下面應該是 蘇泥吧 馬鈴薯 是馬鈴薯泥 對 餓了 喔! 這樣好吃多了 馬鈴薯泥喔 再加上干貝 稍微有可以讓它 覺得水分比較多一點 因為如果你光 剛剛吃那個的話 真的太乾了 好! 接下來我們要進入最重要的 麵包 這個麵包太乾了 應該已經做出來一陣子的關係 你看它沒有什麼彈性 沒關係 我可以容許 就是外帶之後 如果滿分10分 它的滿分是在8分 就可以算滿分 這樣可不可以 可以可以 對啊 這麵包不行啊 太乾了是不是 它完全沒有彈性了 你看 放太久了 對 感覺是 放太久 然後會黏牙 這麵包這樣不行 那你多吃一點好了 哈哈哈哈 說不定沾湯超好吃 這湯看起來很好喝耶 比較不乾 欸這湯味道很濃 很香 像麵包這樣沾下去 麵包還是不行 所以你看麵包有多慘 這湯冷掉了 所以你買回來 你可能還是要加熱一下 它是好喝的嗎 嗯 它有真實的菇在裡面耶 好可怕喔 這湯不錯 這湯比外面我們在點的那種蘑菇濃湯 它是松露迅菇濃湯 它是松露迅菇濃湯 難怪喔 你看吧 欸你現在才跟我講 所有松露我不知道 然後我覺得它有一股 特別香的味道 哦 你剛剛是這樣覺得的嗎 嗯 我剛剛不是講說它是冷掉 但是它這味道真的很香 而且我講說 跟一般外面的不太一樣 剛明就超冷靜的 嗯 喝完 欸這個湯真的很棒 這如果是熱的端出來超讚的 好 我們現在來試這個 這個叫什麼 一嫩煎干貝佐松露菇濃 哇 哇欸這個不錯 這個真的這熟度非常精確 對 你是點幾分熟的 五分 就冷掉了 可是以冷掉的肉來講 它是好吃的 還是很嫩 還是很嫩耶 但是表示說 這個如果現場吃的話不得了 嗯 我看一下 它這個是不是蘇菲 我最近都會 法醫 我都會研究一下 它到底是用蘇菲的 還是用直接下去煎的 有可能是蘇菲過的 因為它的顏色沒有漸層 很均勻 很均勻 好吃 嗯 可以 你們看到桌子 好像稍微有點移動 對不對 因為剛剛我們相機沒電 換了電池之後 他們就飛撲上來 趕快吃了幾口 你看那個干貝剩一顆 怎麼不見了 對啊不要再說 我是灌老板 自己吃好不好 這些等一下吃完 全部是他們的 對啊 這個就最經典了 這看起來很厲害 你看它的根骨頭 你在王餅吃的時候 其實這根大骨 其實它是跟肉是連在一起的 那它端上來的時候呢 它會有服務神來幫你做去骨 對 那他們做去骨非常厲害 就是一個叉子跟一個刀子 然後就這樣 就直接把骨跟肉把它分開 好 我們現在呢 就直接這樣子 喔 這個 喔 欸 這個刀子吃進去的感覺 好期待喔 喔 我跟你講 我第一次去王餅吃牛排的時候 其實我對這塊肉其實是有疑問的 因為這跟我們一般時候在吃的牛排 它的長相完全是不一樣的 我們先把它切開 給你們看 它裡面是全熟的 你看我還沒吃就直接 有沒有 它其實就是像滷的牛肉這樣子 然後裡面還有一點點帶筋這樣子 來來來 哇 哇 好意思啊 哪好 你老闆先吃耶 好吃嗎 聽不出來 先賣一塊好了 哈哈哈哈 再吃一塊 是不是 DM我才知道 你今天第一次吃嗎 對 它真的吃起來不會 不太像牛排 對 就真的是 像滷的很入味的 牛肉 但它很香欸 很香 它真的滷的很平均 對 各位 這是它的招牌菜 王餅的鎮店之寶 就是這個 對 早期我們去的時候 它主餐只有兩種 一個就是這個 一個就是龍蝦 就這兩個主菜而已 現在我們來吃這個 這是便當啊 這米是什麼米啊 我看不太出來 各位 我猜是那種 米形麵 它其實是麵 它把它做得像米啊 對 吃吃看 你吃吃看這些 對 這是麵 這個是 豬肉對不對 我吃這個小塊的 對 豬大排 太乾 我喝喝看酸梅汁 可以不會太甜 也不會太酸 我最怕酸梅汁 是太酸跟太甜 它剛好 真的啦 而且它酸梅的味道 很重 超讚的 我現在試一下 這個是什麼 牛小排 餐盒 不過這肉看起來好像 就沒有很好吃啊 真的 因為乾乾的 我吃一口看 嗯 普通 原來很普通 普通啊 但是牛肉本來就貴了啊 沒有辦法 它這盒380 可以 一般如果 沒有品牌的 普通的 這一盒差不多也要350 對啊 因為它其實肉給的 算多耶 但是太鹹啦 真的太鹹 欸你吃一口看看 真的太鹹 年輕的時候可以比較吃 你一直說我老了就對了 好像應該旁邊要放一杯水 洗一下 你剛剛好 哈哈 你才放嘴巴嗎 他說剛剛好 沒有啦 它好像是鹽灑在上面 所以它肉有點鹹 肉有點鹹喔 那這個是 試試看 它肉有酒 有酒的味道還蠻香的 欸對對對 你這樣提醒我 唉唷 厲害喔 專業喔 我是白癡的 它是什麼 直接用烤的啦 基本上像這一類的我不太會喜歡 別人我不知道 你已經很喜歡 我覺得我好鹹喔 嗯 你現在終於講出來 它肉真的很鹹 越嚼越鹹 對啊 好來 我要評比了喔 如果不要管價格 最喜歡吃這個菲利 因為我覺得本身 我就以前就很喜歡吃菲利的 然後 因為這餐盒的關係就是 如果你們要點餐盒 你要這樣這個肉都比較乾 比較 有嚼勁 很完整 就是沒有那麼嫩就對了啦 如果你們要點的話 你們要自己要注意 你看這個肉看起來 有點都已經乾乾 像辣肉一樣 有沒有 等我眼睛看就知道了 這個我比較不是那麼推薦 它比較沒有那麼嫩 如果要點這樣的話 我會去點那個 類似像我們之前點的干杯 干杯是300多號 干杯很好吃耶 對 你們這樣子的感覺 真的不能拿A品牌再打B品牌 不是這個意思啦 對啊 就是說我們只是舉例 就是以這樣價格 我可能會去點乾杯 那 它的做法也不一樣 成本也不一樣 當然不能這樣子說 但是我覺得這一道的話呢 我點一次 我下次不會再點 這個點一次 我也下次不會再點 那這個部分你如果 我相信如果你去吃過網品的人 你大概不會再專程再點這個 你要吃你會去現場吃啊 然後 這個前菜 我覺得這個也不錯 你們可以點這個 菲利 這個是八百九 然後加點套餐 加一個這個套餐 大家如果呢 在疫情期間呢 如果想要吃美食 大家可以去參考看看 那今天跟大家分享到這地方 因為我們的同事肚子都餓 我要趕快結束他們 好啦 下次見啦 各位如果希望我們可以下次 試吃什麼樣的 譬如哪些餐廳的 寫在下面 那我們A媽就會去找 好不好我們下次見各位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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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趕快吃啊趕快吃 給你們給你們 都給你們 我跟你講沙拉都給我 好啊 沙拉 我全部不猶豫 對啊